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Hi-Fi 發燒台 大家見到我身後有這麼多黑膠 其實不多不少都要洗一下碟 所以我對於黑膠洗碟都累積了一些經驗 以及以往都玩過很多不同款式的洗碟機 我最近發現到這部來自愛沙尼亞的Debita 這部超聲波洗碟機 我發覺它的功能有多特別 所以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跟大家分享這部洗碟機之外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往買這個二手黑膠的經驗 如果大家想知道 那就不要走開 繼續看下去吧 剛才跟大家提到 我以往都玩過幾款不同種類的洗碟機 我對於洗碟機都有少少的經驗 我覺得要選擇一部洗碟機都有幾個要求 第一一定要洗得乾淨 說明要洗碟機 如果洗不乾淨 那怎樣叫洗碟機呢 第二洗完一張碟之後 不能損壞一張碟 這個也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的碟的價錢都是可大可少的 如果被洗壞了便是很大件事 第三一定要容易操作 這個也要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希望多點時間聽歌 不要花點時間在洗碟 第四不要太容易壞 第五始終都是機器 一定會壞 就算壞了都可以很容易修理 這個也很重要的 所以這次我也就著幾點 我看看這部Degreeper 可不可以達到我的要求 其實這部Degreeper 這部超聲波洗碟機 我也是在音響展 看到HK流派他們的攤位做這個示範 我看到操作都相當簡單 所以我也有點興趣 之後我就上了HK流派他們攜方陳列室 想了解多些 我就問他這部機其實是否容易壞 他就回答我這部機其實他們都做了一段時間 都賣了不少數量 壞的率是很低的 剛才壞拿回來做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他說這部機不是用膠水來封實的 全部都可以用螺絲鬆開 所有部件都可以換得到 所以就算他們遇到壞的問題 只要換回零件都很容易搞得到 所以我聽到他這樣說 我就有興趣今次借回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用到這個超聲波來清潔 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 在工業或者醫療上都用了很久 好像我們平時清洗眼鏡或者清洗手飾 都會用到這個超聲波 其實之前也有些發售 將一些工業用的超聲波清洗機 改裝來洗黑膠 因為那些工業用的清洗機 輸出的Towers實力太大 有機會把黑膠上的微藥坑紋都洗走了 變成當洗完之後就沒有了超高頻 所以之後很多發售當聽到 用超聲波來清潔黑膠都有點害怕 因為怕把那些碟都洗壞了 其實這個超聲波清潔是什麼原理呢 其實是在超聲波產生氣 透過這個水就會產生氣泡 當然氣泡去到要清潔表面的時候 它就會爆破 這一下爆破就會產生衝擊力 令到這個表面的污漬都可以沖走它 當然如果輸出的功率很大 有機會令到這個爆破力很強 真的有機會令到這個表面有所損壞 但我覺得超聲波就好像一把刀一樣 看你怎樣用 有機會拿來殺人 但如果在醫生手上高 就可以用來救人 其實之後很多公司都去研究這個超聲波 拿來洗黑膠 看看怎樣可以不會損壞黑膠 而可以清潔得到 透過輸出不同的頻率 和看不同的power 輸出功率 令到這個洗黑膠的工作 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不會損壞 其實現在市面上 我接觸過用超聲波 來清洗黑膠的專門洗碟機 都不會對黑膠有任何損壞 當然這部Dekwita 絕對不會損壞黑膠 而且廠方都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他們發現 原來越高頻率 產生出來的氣泡就越細 越細的氣泡自然損壞黑膠的機會就越低 他們最後決定用300瓦的輸出 用120kHz的輸出頻率 去產生超聲波的氣泡 而氣泡的直徑只有2.5mm 一般黑膠的坑紋下面的槽 最低的部分 那個闊度就5mm 大家可想而知 2.5mm對5mm 自然可以深入到最低的坑紋下面 去清潔得到 所以就不會損壞黑膠之餘 都是很深層的清潔 跟大家講了這麼久 都要講一下機器如何運作 這部機器的電源開關 就有機器背後 按著它 其實這個圓形就是一個顯示屏 它就會打出一個Welcome的字樣 接著它就會自己檢查一下自己的機器 檢測完之後才可以開始洗碟 這個檢測其實花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而且這個機身基本上外殼都是一個鋁合金 變了不怕濕水和很容易清潔 另外一個水兜就是這個背後 另外有一點要留意 因為這部機器 其實它這兩邊有一個入風口 當它要乾的時候 其實這裡會吸入一些風機來吹出來 如果你運作的時候 你放太多東西 遮住了這個入風口 變了吹乾的效能 會減低 這方面也要留意 經過一輪檢測之後 基本上它已經進入洗碟的模式 現在其實放一張碟下去 按著這個按鈕就可以洗碟 還有這個其實洗碟它都有三個模式 分別有這個Quick 看到這個6分45 其實這個是這個時間顯示 這個時間顯示 即是洗一張碟用Quick的模式 就用這個6分45秒 其實這個時間是包括洗和乾的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可以攪得短一點 因為只要你吹乾的時間 減短一點 其實這個時間就會縮短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變的 現在這個Quick 接著就對這個Medium 即是中間 去到這個Heavy Heavy 你看到那個時間是11分15秒 包括清潔和吹乾的時間 而現在這部機的吹乾時間 我設定了4分半鐘 所以基本上你減4分半鐘 主要就是清洗時間 還有再扭下去 就是Dry 這個剛剛不是說清洗時間 這個就是顯示了我現在設定了清洗時間 其實這個可以變的 一直扭下去 去到最多可以去到這個15分15秒 亦都可以減回去 去到最少 就算最少 九個零零 它都要跳回 最少它都可以給一分鐘乾的時間 這個就是乾的時間 另外再扭下去 有一個叫Disgas Disgas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不是提到 這個超聲波洗碟 就是靠水裡面的氣泡 用超聲波 即是產生氣泡去洗碟 如果你本身換光水 它裡面有些氣泡 其實都會影響洗碟的功能 所以這部機 可以先把水 去Degged 之後再去洗碟 自然超聲波的功能 會更加提高 再扭下去了 就是Fan Power 即是吹乾馬力 這個其實現在就是一半 其實可以靠這裡去 其實這個可以去調校 慢慢去加上去 當然 風力越大就越大聲 變得小一點的時候很吵 但是呢 變得乾的時間會快些 即是乾的效能會高些 我通常呢 我剛才我自己試過了 這個Fan Power 去到一半 而那個吹乾時間 4分30秒 我覺得就是最高效能 拿出來 也都可以 馬上搶得到 都全全乾了 再扭下去了 就是這個 Water Level Water Level 主要是看那個 水的高度 看看會不會 整濕了黑膠中間的紫心 再扭下去 就是Info 這個Info 其實就有很多資料 因為這部機 其實有一個 Software 即是Filmware 可以upgrade 後面有一個SD Card 插進去 如果有新的Filmware 就可以透過這個SD Card upgrade 所以這裡有 Filmware 的資料 也都有這個 現在這部機的 Seal Number 以及清洗了那個碟的次數 另外最下面就是水的溫度 因為這部機 其實用超聲波 如果你洗得多 其實水都會升溫 當你溫度去得太高 其實就可以攤冷一下 讓它跌回低 效能會高一些 至於這個洗碟的次數 其實很有功效 因為其實每一缸水 它有建議用洗過多少次數 但難道你每一次記住它 可以記回這個次數 變成你每一次洗完 你就可以知道 上一次到現在洗了幾個碟 變成簡單一點 這部機基本上 功能有很多 但粗了就很簡單 只要扭回剛才去Quick 或者去Medium 或者Heavy 放一碟下去 按最這個按鈕 就可以洗碟 相當之簡單 在黑膠櫃裡面 找了一張陳年黑膠 在這個周啟生23 這張碟都放了很久 很久沒有聽過 拿出來看看 這張黑膠 都已經黏著黑膠 真的相當髒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試試拿這張黑膠 去洗一洗 看看效果如何 看到剛才的碟那麼髒 當然了 我覺得要用Heavy 扭到Heavy的時候 看到11分15秒 其實這個Heavy11分15秒 是包括了清洗和吹乾的時間 我就放一張碟下去了 放了一張碟下去之後 其實就按著這個 類似Play這個按鈕 它就會開始運作了 也會告訴大家 現在是什麼狀態 現在是在入水進去那個碟裡面 現在就開始清洗了 看到清洗的時候 這張碟就會慢慢慢慢轉 下面的超聲波就在運作 正在清潔那張碟的表面 剛才就清洗完畢 去到這個放水 也在淺視剩下的時間 即是說還有4分40幾秒就完成了 當放完水之後 它就會開始做這個吹乾 剛才聽到的操作 其實那個聲音都很細 到吹乾了 吹乾可能風聲會大些 好 現在還有這個10秒就可以完成了 大家能看到這裡的顏色 其實藍色這個就是表示清洗那段 綠色這個代表吹乾的時間 已經完成了 眨眼看起來就相當乾淨 還有記得洗完後也要換一個新內套 因為原本的這麼髒 你不換內套再塞回舊內套就沒意思 我再拍一拍看看這張碟 洗完後跟剛才還沒洗之前有什麼分別 用這個肉眼看我都覺得相當乾淨 剛才很多的塵都完全不見了 剛才還有一些髒毛都沒有了 實際要聽一下效果如何 如果純粹用這個目測來計算 真的相當乾淨,清潔得很好 比我之前預計更加好 直乎嬌奢尾 別我家鄉 萬千里路牆 快上榜到處闖蕩 剛才一開始就說了 我找這個洗碟機都有五個要求 第一,要洗得乾淨 剛才我都試了拿周啟生千年污漬 洗過都相當乾淨 第二,不會雙碟 剛才我都花了很多時間解釋 這個什麼叫超聲波去清洗黑膠 都花了很多時間講解了 這部機的設計 都是想不會雙碟 這個雙碟的機會也沒有 亦都講解了會不會很容易壞 以及維修是否容易 這方面其實我這麼短時間去試 基本上都很難試得清楚 會不會很容易壞 但我都問了HK658 他都講了損壞率相當低 我相信他都這樣說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至於洗碟花不花時間 這方面其實我覺得這部機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我無論去多少時間 因為這部機是完全自動的 我只要放了雙碟下去 按著按鈕它就會自動去洗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花時間去操作和控制住它 還有將雙碟洗完之後 其實這樣放在這裡都沒有影響 因為水完全都走光 是完全都乾光 你只要將時你記得拿出來 就可以包到袋裡 也都完全不會有任何損壞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也都相當之好 變了不用真的看著它在這裡洗碟 也都是不需要理會的 這也是洗碟機的好處之一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分享和訂閱 Hi-Fi發燒台 下次見 我知道我知道 這麼快說下次見 你們一定在罵我了 我答應了購買二手黑膠的心得 當然會說 其實我也有買很多二手黑膠 其實都累積了一些經驗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我去買二手黑膠 其實我看到它很乾淨 我反而會有點解心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黑膠 純粹表面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但播下去才知道很多炒豆聲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有些黑膠如果洗得太乾淨 還拿出來買 即是說可能試過很多次 洗來洗去洗得不乾淨 都還有炒豆聲 所以都拿出來買了 所以這些很乾淨的黑膠 通常我都會有點戒心 通常我喜歡找一些黑膠 就像剛才我示範那張 秋啟生那張 連內套黏著那張碟 我最喜歡 因為證明那張碟 是放了很久沒有披過 沒有什麼唱過 那些情況通常都會沒有問題 大家只要有一部比較常 很少要洗碟機 放下去洗一洗 其實那些很多時候都會洗完之後 好像新碟一樣 這些碟通常我在二手府見到 我最高興的 還有怎樣分一張碟 播得多不多 其實都有方法 如果你看到一張碟 拿起手 你看一下它的中間碟 如果它的中間碟 即是插入黑膠這個位 是沒有什麼花痕的 證明這張碟 就沒有什麼唱過 因為當你很多時候放黑膠 或黑膠盤上高 始終中間的心 有機會睹到這個中間碟 你會看到很多花痕 或粒痕 證明這張碟比較唱得多些 我這張碟來看 就相當少花痕 因為這張碟是我自己的 亦都唱得不太多 變成這個有炒頭聲的機會 亦都小很多 還有花的機會少很多 還有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些洗碟機 基本上只可以洗走那些碟的髒 如果那張碟真的花了 其實都沒有辦法補救 那怎樣去分那張碟 到底是花了 還是有這個髒 所以有炒頭聲 其實很簡單 如果那些炒頭聲 是很有規律性的 即是每格 那麼長時間就有一下 通常這些就是 那張碟是花了 那怎樣洗都沒有辦法 但如果反過來 那些炒頭聲 是不規律的 即是可能沒有一段時間 才會有一下 或者兩下 或者幾下很密 那這些可能就是 那張碟髒了 那很多時候 可能要多洗一兩次 因為那些污漬 可能積在一個碟裡面 很實和很深的位置 變成可能要多洗一兩次 才可以洗走 那如果你聽到那些聲音 是沒有什麼規律性 其實就可以洗多幾次 那我覺得 通常不會洗得乾淨 那這些就可以減低了 那個炒頭的機會 那這些大家都可以懂得分 那將來找些二手碟 或者去洗碟 都知道哪一樣要多洗幾次 那些已經是沒得救的 那希望這些都可以讓大家分享 都可以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分享和訂閱 Hi-Fi化燒台 還有支持一下我 好了 今次真的要說 下次見